大家好,今天就介紹哈里波特這個遊戲正式 我已經玩了這個遊戲大約一個星期,我是屬於非常遲入慳的 因為它是9月開,我是上星期才進入 這個遊戲其實是玩什麼呢?很簡單說一句 首先這個遊戲基本上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它是一隻卡牌遊戲 但它就不只是玩一隻普通的卡牌遊戲,它就是可以有一個走位 還有一些技巧的東西,其實基本上一個籃子都是走不出一個卡遊戲 都是大家是怎樣去破解對手的組合等等,或者應對一些情況 這件事是很難眨解釋,但你玩開卡遊戲,例如暗影絲章那些什麼都差不多 它可以跟大家說一個重點,就是這個遊戲玩什麼 它主要是一個PVP對戰,即是決鬥 就是說如果你不是那麼想跟人打的話,其實這個遊戲 因為它真的有大約八成的內容都是要PVP的 當然它也會有一些單人的副本 即是所謂的禁忌森林 但是我自己覺得它那個玩法上,玩多幾次有點悶 因為你始終打一個都是電腦,加上變化也不多 當然後期有些紅副本和將會有金副本 那些可能會有一個團隊組合的玩法 整體來說,其實你打這個副本都是為了拿金回響 但是這個遊戲暫時我覺得比較佛心 我也是覺得佛心,為什麼呢? 金回響其實是什麼意思呢?很多人回響回響 除了卡之外,你可以用一個類似出牌角色 這個有什麼用呢?基本上能力值是一樣的 它唯一不同的就是有它的回響效果,這個一定的了 另外,這個遊戲暫時來說 即是你打重複的回響是沒有用的 有傳之後會更新,不知道 暫時來說,即是你打了一個回響就可以了 我們主要都是拿它的回響效果 另外你看到,例如現在最高等級是這個金色 它就可以一次過加八張卡,即是會有加成 什麼意思呢?即是這八張卡,它是會有額外的等級提升 一顆藍點代表一等級,這個就是兩等級 它就是隨機的 簡單來說,目前你刷副本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刷這些隨機的加成卡 對,完全隨機 其實很老實說,刷到當然最好 如果真的刷不到,其實每一個回響 你拿它的效果已經可以了 所以其實後期我現在不是太想打 因為打來也沒用 但是打副本有錢,或者有卡拿 卡好像也沒什麼,因為這樣還是要打 另外它主要是一個類似手機遊戲的體力掣 這個就是所謂的學院寶箱 它的寶箱其實是要大約三個小時開一個 你只能等 當然每個星期你可以用三支所謂的體力藥水 這個遊戲最PK的地方,就算是課金也好 你都沒辦法買到體力,暫時 即是課金也買不到體力 你沒有體力的話,那你是不是不能玩呢? 那為什麼呢? 因為開這個寶箱除了它有寶物之外 最主要是因為所謂的推動主線 因為其實你要進行主線,你看到這個寶箱要開啟8 那你必須要,即是初期來說,必須要開所有寶箱 那當年,你打到基本上 目前只有第二個學年,打完都不用再開啟 但是寶箱始終是有東西拿 因為最高是可以拿到傳說的金卡 雖然我自己沒開過 那大致上是這樣,那沒有這個寶箱 你都可以照打一些副本或者鬥技 那都一樣會拿到它的獎勵 那森林方面,目前好像每天是最多 你可以當作打四次 因為它是需要一個線索才能開到的 那其實沒有線索的話,你都可以照同人 即是入一些隨機副本,即是幫人打 那你都可以獲得一些獎勵去換取一些道具 那大致上是這樣 那這個遊戲的玩法算多 那每天我們可以做的東西 那其實主要就是 課堂有什麼用呢? 因為其實你上的那些,它有不同的課堂 其實就是每天上三堂,你可以拿到所有的學幣 那主要是可以換一些道具 其中包括每個星期做三支體力藥水 但是問題呢,重複得多有少少悶 我覺得 那整個還原度都頗高 你看到,如果你熟悉哈里波特都知道 那這個樓梯等等,它是會移動的 那可能它第一次玩會有些新鮮 真的覺得OK 那這個遊戲的活動都比較多 對,開頭來新手都不用怕,沒什麼可以做的 那有鬥技啊 然後有些每個,即是每次都有些新的活動可以去做 那這個就... 那現在這個複製是蠻佛心的 因為我已經複製了兩三張金卡 那每贏三場鬥技就可以複製一次 那接著還有找地圖 這個,如果你不看攻略都蠻困難的 那找到之後呢 那它將畫,因為會加合運值 那在你開補箱的時候 開到金卡的機率會提升 但是這個是信仰問題 那整體上的玩法都是這幾樣的 那我覺得... 首先你如果喜歡玩不玩呢 首先我覺得你... 先不要說喜歡不喜歡玩卡遊戲 首先你喜歡不喜歡跟別人對戰 因為我已經說過,其實PVP有一定的壓力 我自己覺得 那可能有些人是比較喜歡輕鬆打褲本 或者打電腦 那打人方面呢 那我自己覺得他既刺激 他是刺激的 但問題同時壓力都很大 那加上呢 他是採取這個... 就是... 排位... 就是天梯制計分的話 那我的確呢 打上來有點壓力 那我打場給大家看 那這個遊戲有幾個流派 目前最厲害就是所謂的石內卜派 但我又不想用的 那我自己是用這個... 其實... 好啦... 那打一場給大家看 那輸贏不知道 因為我即時錄播的 OK... 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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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這個棒球會回來,所以要在這個位置摺球 真的跟哈利波特的打空中球一樣 現在我要是7-6 我經常打到亂了,因為我的回響一數亂了就會亂了大路 所以我覺得不錯 裡面那個是甚麼流派,我還沒看到 還沒看得出來,放一下 我只能打5-4-2,要求禁字才出 5-4-2,通常就成功,然後可以輪迴,然後放回5-4-2,然後放回7-6-5 基本上無限輪迴,對面解到就解到,他贏了,解不到就我贏了 我現在是7-6,你看到我頭頂有些號碼 新手來說這個是比較難理解,但你不用管 基本上現在你會發覺循環用了幾張卡是不會變的 因為對面呢,我看,嘩,但他好像解到的,現在是多少 1-5-4,打一打,打個波先 我開2 然後2又上回7 我開頭不會玩的時候呢,我2會上,即是2-4-5,然後才上7,這樣就錯了 2是直接上回7,7-6-5,嘩,但對面這麼快 對面這麼快,開了一對東西出來 這次我不夠打,我感覺到 這個人... 我應該會點那條狼 嘩,然後... 先把電給他,要上一上,我覺得要給他一點壓力 嘩,他開海格,不緊,哎呀,這個電,不過這個電其實都... 這個電都避不到,嘩,海格可以避開我的... 哎呀,他海格可以避開我的...嘩,這麼多電呢?對面什麼事? GOLDEN STICK 我現在是6-5-5,然後放電 我現在只是拿電削他,他比較快 對面應該解不及了,因為三輸呢 這個七廢三輸是極度惡的,我跟你說 我其實唯一會輸是石內卜那個樓 石內卜真的很難,他就算削了都難打 雖然我也是毒樓來的,因為我只是我指伏石內卜教授一個 對面的飛龍也很麻煩,因為我沒有什麼解釋 我可以叫五輝,但我不想叫 因為我要叫金探子 嘩,在對面有三輸,現在才放了 叫雀仔出來解釋一下 現在變成5-3-5-3-2 好,5-3-2,然後準備又上七輸 對,是不是很難明白呢?但新手不用管 嘩,他已經開始進了狀態 壓不住,叫勁的東西 先上前壓一下 自動扣身力,這樣就跑了 因為他夠時間,然後他會自動開始計劃 嘩,對面一堆東西 電了 看誰 其實基本上,大家同一個樓派,看誰可以進到循環 嘩,對面全部累了,PK啦 哎呀,救命啦 快啦,等什麼時候啊 不行不行,要搞定他的女兒 PK 輸回頭 他那個是動物園,我捉錯路,我以為他那個是 我以為對面跟我一樣的樓派 快扣吧,麻煩你 我對面打,6-6-6-6 救命啦,快點啦,SIM TAKE,YES 嘩,說真的,如果再打久一點,我應該不夠打了 因為我的牆已經失控 很多前期,我前期鋪長鋪得快 如果我前期有壓脫,你壓得快 其實大致上是這樣 其實 那 有些人看你的打分分到哪 其實要上到頭 不知道 要上到6-6千分才可以上到一頭一百 其實打鬥技都是 為了兩件事,其實任何遊戲 一就是為了爽快度 即是帥氣,還有二當然是為了獎勵 獎勵方面,其實你打這麼多都沒什麼用 因為我研究過,你如果要打全數要7千5,正常人都比較 不是不行的,要浪費很多時間 因為打天梯鬥的東西,一定是輸輸贏的 無論我當年打暗影絲章,就算我打了GM 你通常都是贏,你可能贏三場要輸一場 所以你因為輸了要扣分 總結來說,除了技術之外,其實是要浪費時間的 我想說,其實他有個雙人,雙人你一開始會覺得很輕鬆 因為你的隊友可以扣分 但你去到今上,你會發現你的隊友很廢 很難夾到,因為你不知道你的隊友有什麼流派 除非是組隊進去 通常都是打野團的 你打野團的話,你的隊友跟你的流派是相撞的 那就真是很興奮的 所以可以輕鬆玩,這個也可以輕鬆玩 他也有獎勵 他也有獎勵,我覺得爽快玩,不用認真 就是這樣 大家看我打的一場,他有別於一般的卡遊戲 他需要走位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不錯的玩法 而且這個遊戲始終叫做哈利波特 我覺得如果你本身喜歡哈利波特會加分 我比我想像中喜歡哈利波特,因為始終是我童年的 即是回憶,我跟阿妙麗有些一齊長大的 這個遊戲當然有很多服裝 但死了讓你看到我課金的帽子 不過算了 就是這樣,服裝的話 通常都是要用寶石的 這個遊戲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這個就是Gravindo 是不是很懷念呢 有些可以用寶石買,有些就要課金買 接著他可以收集的東西就有魔杖 魔杖有不同的屬性 其實都是那些東西,你當是裝備 然後掃把就...掃把通常買的 那...圓珠裏面都比較... 即是墨教授送給哈利波特的光龍 光輪2000 那我覺得很快會有這個馬訓的老爸 捐了給光龍 光輪2001的,你記不記得嗎 然後馬訓第二年才可以加入了球隊 即是如果你有看過圓珠,你會OK的 那因為其實他的故事都蠻好的 他有一個原創的新故事 還有他有時候會說回哈利波特的舊東西 他有些謎底,如果你知道那個電影的劇情 你會懂得解釋 例如第一集 榮恩不是玩了那個國際象棋的真人 如果你知道圓珠了,你就會馬上知道為什麼 這個就比較有趣 就是這樣 至於你問貨不貨金呢 其實說真的一句,你有什麼遊戲是不用貨金 很多人都說不用貨金玩到,其實是的 我承認 但問題是你要收窄,即是你會抽很久 因為其實他任何寶箱都開到金卡,什麼卡都開到 加上他都會有些免費的活動,你做完就會送金卡 即是 不然他現在有些活動 即是例如複製,這個不過新手比較難 接著就是 這些特別報道他又會送一張金卡 即是他都 還好,即是我自己覺得好玩就是課金,但你如果想 因為你始終是一隻競技遊戲,你輕鬆玩,即是你都要齊卡才可以輕鬆 即是你未收集齊卡之前,就算你抄功課也抄不足 所以就自己著情 當然如果你想試一隻遊戲就不要貨了 還有 這條片不是廣告,不是工商,即是工商死全家 我加這句的話 最有說服力,最有說服力的 誰敢說這句工商死全家呢 他肯定不是賣廣告 但將來希望網易找我,拜託 麻煩你 那就是這樣,先玩了那麼多 現在我真金扮演自己玩 暫時都挺沉迷的,因為 怎麼說呢 看到這些很狗的流派,雖然我自己也是 你痛Bang去的時候,那種快感是有種替天行道 就好像松山打臨作那種替天行道 那接著來到這裡,我們下次見拜